各位大家好,很开心再次和大家见面 昨天出了一段影片,去说未来九月即将会离开的一个消息 真是很想不到这段影片竟然有这么多朋友看,这么多人去留言 都未够一日已经超过二百多个留言 内容是有去支持我,有去鼓励我 有用一些说话去给予我希望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很感恩在这个频道能够认识大家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有些是香港的朋友 有些可能是美加的朋友,甚至是英国的朋友等等 年纪也有老中青,不同的工作的岗位,不同的性格的朋友都有 但我选择的是什么?我只是一个平水相逢 在网络之中和你认识的人 但你愿意去留意我的影片,你愿意去给这个鼓励和支持我 我觉得很窩心,很感动 而这二百多个留言,我每一个都有去看 每一个我都是充满着一种感恩之心,感激之情 我都很想每一个留言去回复大家 但并不是因为我太忙,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来得比较敏感 而当中有些留言就更加敏感 你知道现在地球很危险 我都不希望为大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事情,不必要的麻烦 也不希望这个频道突然间消失了 所以请不要介意,在今次的影片之中 我就不主动回应你们每一个留言了 但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做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但我真的很充心地多谢大家 很多谢你们每一个留言 每一个留言都给到我一个很大的支持 亦都不需要太担心我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都第一个感觉会有些不开心 另外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担心 不用担心我了,因为多说一点 有朋友说去到英国,去到苏格兰可以继续做教师 但却是难一点点 因为我在演乐学院的学位是主修喜剧的 而我的教师训练却是主修通识 以及我的石市是收组织及管理的 都跟艺术不相关 所以英国一些负责審核、学历的一些机构 已经拒绝了我的教师申请 所以去到当地的时候 究竟做些什么呢? 我也是不知道的 但我觉得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做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做这个决定 其他事情都很刺耀 而我可以的话 可能的情况下我都会继续拍片 所以在来到香港之前 除了这8多天 要努力我自己的音乐剧 学校音乐剧的事情 同样地都要处理一些亲人的病患 而有时间的话 我都会继续努力去拍片 原因很简单 第一就是你们愿意听 第二就是 其实我拍片的时候 我都能够落在其中 所以 有你的支持也是 令我可以继续拍片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所以 我会继续努力 不如说一下 花姐接受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一个访问 里面也有一些镜粉 以及不同的成员的粉丝 去对花姐做一些提问 一开始的时候 就问花姐 MIRROR会否有机会去到加拿大 里面举行演唱会 而花姐也说 原本的计划 是今年年底 或三年年初 去到加拿大 去做一个演唱会 但可能疫情关系 令到很多事情都受阻 粉丝也追问 会否在7月的MIRROR演唱会 会有网上售票 花姐的回复就是说 不会令你失望 你从花姐这句回复 都应该知道 应该有机会 再来去曼玉 就问花姐 会否为MIRROR再开一些综艺 又或者MIRROR GO 类似的一些节目 花姐也有说过 都会积极去想这一件事 同一时间 本来都安排12个人 去海外接受一个训练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取消了 也问花姐 有没有哪个成员 她这四年的转变最大 花姐也提到Tiger 就觉得她现在 越来越懂得表达自己 都说Germary 讲话是多了的 都很希望能够为MIRROR的12人 去开电影 相信这也是 为唱丸花姐的计划 不单是电影 亦希望能够制作一些舞台剧 花姐所称的歌舞剧 意思是又可以演起 又可以唱歌跳舞 这也是花姐的心愿 花姐也见到12个人 都有演戏的潜质 花姐也很开心 Lokman接了一套新的电影 是杜琪峰监制的一套电影 而Lokman也参与了8次的轮选 才可以进入电影的拍摄之中 在此也恭喜Lokman 亦为她的粉丝开心 然后Angela 一个加拿大的粉丝 一个柳粉 亦问花姐 未来的演唱会MIRROR 会不会出叠呢 花姐亦说 会想办法解决 给海外粉丝 能够买到这个演唱会BOT Set的问题 希望能够给海外的朋友 能够欣赏一些网上演唱会 这位Angela再问 柳颖亭会不会有个人演唱会 花姐就说 在计划之中 因为不可以很快地答应大家 但花姐确实很欣赏柳颖亭的歌艺 虽然她唱得好 但也要跳唱方面更加努力 其实柳颖亭在之前的作品里 都尝试一些跳舞 只不过是一些比较现代舞式的演绎 希望柳颖亭能够继续突破 再下去就是Iris 她就是Hallows 就是Ian的粉丝 将来Ian会不会有机会拍电影 花姐亦说 Ian有很多事情要考虑 特别是在拍戏方面 因为Ian很想自己能够建立一个唱作歌手的形象 她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音乐之中 同一时间Ian也希望能够找一些合适的剧本 Iris也再问 会不会有四个字去形容Ian 花姐就说四个字突然很难想 如果要用一种水果来形容 便会用西瓜 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陈卓妍Ian平时的感觉是很硬正的 平时都是很多时在自己的世界之中的 很多时可能拍戏 或者是做音乐的时候 他都会静静地坐在一边 那里面其实是充满着一种很暖男 很窩心的一种特质 觉得Ian是很敏感到其他人的需要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有一次AK不开心 于是他就特意走过去 他感受到AK那时的情绪 于是Ian就走到AK那里 抱了AK一抱 这个表现都被花姐看到了 所以花姐就觉得Ian的性格是非常之暖男 而同一时间Iris也问 花姐有什么话 跟加拿大的Hallos去说呢 花姐就说 没有想过在海外不多宣传底下 都有这么多的朋友喜欢Ian 亦都觉得Mira是很幸福的 因为他们现在的成就 的确是要归功于粉丝们的支持 所以花姐在此 亦都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朋友 各位粉丝的支持 而同一时间 粉丝都说 其实要更加多谢Mira 令到他们能够重新 和香港和香港乐坛能够连接 再下去就是Edan的粉丝 W小姐就问 就说 在亚正的访问之中 感觉Edan很理性 就想知道女杉安平时是如何 花姐就说 Edan是很擅长分析 而同一时间也有另一种性格特质 就是好像遇世无真 做所有事情都是不计较的 没什么所谓 但同一时间她也很欣赏Edan 是很擅长分析 有一次花姐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 Edan也主动提供很多分析和建议 花姐跟她谈完之后 也感觉舒服了 之后这位粉丝也在问花姐 你会如何叫Mira 她们 花姐就说很喜欢叫她们的中文名 因为这个感觉会来得更加亲切 之后这位粉丝也再问 花姐有没有什么退休计划 花姐就说本来想着45岁就退休 现在到50岁都未退休 为什么呢 因为很希望Mira能够长做长有 相信花姐也是很乐在其中 之后就是Stanley的粉丝叫Emily 她就问 Stanley 迟些会不会拍电影呢 花姐就回应说 Stanley 现在已经在拍电影了 例如ViuTV的剧集已经担当着很重要的角色 很多剧集的导演都非常喜欢Stanley 希望日后在电影里 也有更多电影监制 能够给到机会Stanley 这位粉丝也再问 Stanley 拍这个野人老师的时候 会不会面对很大压力 面对着一些影坛的前辈 可能是郑丹瑞等等 花姐就说 Stanley 很厉害 将压力能够化成动力 变成一种正能量 同一时间觉得野人老师 对Stanley 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发挥 希望年尾的时候 这个剧集都能够推出 Emily 再去追问 Stanley 有没有机会出一些小组的唱歌 Emily 问得很有技巧 很含蓄 花姐就说 觉得Stanley 也要面对自己的缺点 唱歌方面 实在有待进步 可能是有机会唱剧集的主题曲 但也未落实 也劝语粉丝们 不要盲目地说 某一个偶像唱歌 真的非常好 粉丝们应该坦白地 告诉偶像 他需要改进的地方 再下去 Emily 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何看外界对MIRROR 分上缘和下缘呢 花姐就回答 MIRROR一出道的时候 也跟他们十二个说过 他们必然会面对这个问题 外界将他们分成不同的情况 有些可能会有多些机会 似乎是红一些的 有些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 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心理准备 而花姐就认为这个上缘下缘论 其实不一定不好 反而是要令到他们十二个成员 要知道自己暂时的位置 令到他们更加有动力去努力 希望能够在自己已有的机会之中 努力去做到最好 以至到能够努力去爬上去 花姐也是能够转化外界这个声音 成为一个正面的东西 再下去就是姜濤 就是TK加拿大的姜濤 就问花姐关于姜濤的事情 TK就问 姜濤在美国究竟做些什么 花姐就回答 因为签了保密协议 所以不可以告诉大家 花姐也很想和姜濤一起去美国 但在7月MIRROR演唱会 花姐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所以就无法结本同行 无法和姜濤一起吃热狗汉堡 未来姜濤会做一件事很有突破性 是一件很突破的事 是什么呢 我们正正地看姜濤如何突破 TK继续问 其实也挺担心姜濤的健康 公司有没有为姜濤提供营养师 又或者一些训练员给她 花姐就回答她 都知道姜濤很容易胖 吃一点东西就会胖 因为姜濤可能肥底 现在姜濤其实也在用自己的方法 进行断食 希望藉着断食能够清清一些体内的毒素 都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做到一个健康的目标 其实花姐也有介绍营养师给她 但是她觉得姜濤有自己的想法 希望暂时用这个方法 TK也再补充 其实都不是介意姜濤肥还是不肥 而是希望她能够健康 我相信这个都是粉丝们所重视的 其实姜濤肥和瘦都一样是这么喜欢的 反而是担心她的健康情况 尤其是她的脚的印带 那个狗幻 花姐就回应了 其实也有想过去做这个脚步手术 但是就清姜濤不想 因为她都希望能够继续坚持 因为一做这个手术的时候 就意味着要休息半年至一年 他们也都去问过另一个医生的意见 医生也都说有很多专业的运动员 断了人带的时候都没有特别去做这个手术 而是用训练周边的肌肉的一个方法 去促进病情的好转 于是她就称姜濤现在正在用这个方法 医生也在教姜濤如何适当地 去运用一些肌肉去做一些动作 TG就最后再问了 可不可以分享姜濤一件令到你最生气或者最窩心的事 花姐就回答 姜濤是不会特别去做一些事情 她就会静静地坐在你身边 当她感受到你不开心的时候 她不会主动说很多话 她可能只会说老花 于是就坐在她旁边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举动 令到花姐觉得 在这个时候真的有姜濤的陪伴 有姜濤的支持 平时可能在网络世界都有很多不同的批评 评击 姜濤也会第一时间去支持 会觉得抵不住颈 也是要为花姐平反的 觉得这个男孩子 German很有爱 姜濤也经常称花姐为妈妈 感觉上就像两母子一样 所以在花姐的心目中 其实也是觉得姜濤是非常充满爱的 再下去就是多伦多的小虎队 Patt 就是Tiger的粉丝 她就问 Tiger的综艺表现也是很好 学习也非常快 花姐如何看她之后的发展 花姐说年初跟她说过四个字 就是必成大器 她是很欣赏她的性格 很欣赏她是愿意为兄弟 亦都欣赏她的目光远大 而她内心其实有很多东西 包括有知识 包括有个人的见解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帮助到表现 只不过暂时还没站在私围 但花姐也跟她说 假以时日你是必成大器 而且她也很欣赏Tiger的说话 是很重点的 大家相信都会很快看到Tiger的突破 这就是花姐对Tiger的描述 花姐也说为Tiger 已经很努力去争取一些合适的角色 给她参与一些剧集的拍摄 可惜刚刚争取的角色 却撞了7月演唱会的期 真的有点可惜了 之后就是AK的粉丝 就是三粉去问 信之卷已经出了 而花姐也称华是不是瘋了 想知道多些花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花姐就说一看那个MV的时候 觉得整件事很卡通化 她也很担心粉丝会不会 因为见不到AK的真人 而会不开心呢 AK就对花姐说 不会啊 因为粉丝会在MV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的想法 而最后当然是证明AK的判断 是对的 再问了 AK有没有做过一些最甜蜜的事 究竟是什么 花姐就说AK 经常是继续甜蜜的 唯一一个成员是定期会约花姐吃饭的 这平日是怎样的呢 花姐就觉得AK是性情中人 他人是非常直接的 我想就是喜怒逸遇 到最后 神徒Phoebe也想问 关于Anson的一些事情 Phoebe就问了 Anson 做了些什么 令花姐觉得骄傲呢 花姐就回应了 就说其实很多东西 因为见到Anson Lo很努力 也很欣赏粉丝们的应援 Anson Lo也没有骄傲 每一个作品都给到人身先感 反而是希望粉丝能够叫他 争取时间能够休息多些 再问花姐和Anson Lo有什么搞笑的对话 花姐就描述 在车里多数是谈工作 反而私底下Anson 就会和花姐谈一些比较深的话题 可能就是说 未来应该追到什么方向 大家会不会见到自己的努力 等等 这位粉丝也在问 有什么元素吸引花姐 在Coco演唱会里 那么多舞蹈者不留意 只是留意到Anson Lo 花姐就说 因为觉得Anson跳舞很用力 在舞台上也非常有魅力 于是在演出之后 邀请他参加《全民造星》 这位粉丝也在问花姐Anson 平时有没有白艳 花姐就回答他 不止他一个 Edan、姜濤、Jer 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非常白艳 但他所描述的白艳 再问花姐 是否觉得Anson帅人帅 而花姐就说 Anson也有帅人帅 特别是私底下的时候 那种的暖男 亲切关心的特质 是令花姐觉得他非常有魅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平时MIRROR 的成员 都是非常忙 各有各忙 有些拍剧集 有些要预备制作音乐 可能能够听到他们访问的时间不多 而今次借着电台访问 借着花姐的回应 亦可间接地看到MIRROR 十二子的性格 虽然在他的访问中 可能会失去某些成员 零零碎碎 这位主持也有问花姐一些 其他成员 例如Frankie 又或者Alton 等等的事宜 今次访问中 我自己又看到些什么呢 第一是我觉得花姐也挺知人善饮 他也知道十二个成员各有专场 例如Stanley 演戏做得好 于是给他更多的机会 Lokman 能够参与电影拍摄 亦是向电影监制力推 例如Ian 做音乐 于是亦被Ian潜心地做这件事 姜濤 能够参与电影音乐 甚至现在去美国 究竟他做一个突破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当然也很想知道 但也看到花姐也很能知人善饮 能够给予不同的成员 例如你见到Alton 最近他做了一个关于电单车的节目 其实也是借着一个电单车的包装 令到更多的人能够认识Alton 这个节目的回响也非常好 鼓励粉丝不要盲餐 而是真正欣赏偶掌一些优点 同一时间一些缺点 都是要温馨小提示给他们所爱的偶像 都是那句包裕而不是中勇 第三 都觉得花姐是顾及海外粉丝的感受 都在想一些方法 如何令海外粉丝更容易接收到MIRROR的资讯 又或者一些演唱会的情况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很多谢YouTube能够让我认识到你们 即每一个人 无论你有留言还是没有留言 有like没有like 我都是非常感谢大家对我支持 今天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 好,再见